哎呦你看看呢 在天丁这海河这怎么这么多死鱼呢 哎呀这么大河流你看看啊 你看这飘的死鱼 这只鱼不开心自杀了吗 咋回事呢这是 这么大的河 看看 给你看看我现在的位置啊 朋友们 前面就是那个去年天气特别火 那个网红桥 那上面不是去年有很多老大爷 在那咔咔咔往下跳嘛 就特别火老火了啊 你看这 这咋了吗 这这这这这河里边这么多多多多多多多 死鱼呢这是 你看看 哎呀 这咋回事这是 鱼儿不开心吗 抑郁了吗 这是自杀了啊 你看看 哎呀你看看 你看这么大的河流 居然有这么多死鱼啊 不应该海阔平雨天高这鸟飞吗 咋了这鱼儿活在这么宽阔的水面上 难道还有什么不开心之事吗 啊 你看看 哎呀这咋回事这是啊 啊 你不开心你去海里边看看不就得了吧 这条河据说是通了海呢啊 啊 不过这些鱼儿不能去海里边因为叫什么爱着 这是淡水啊 海里边是海水啊 你看看这 死鱼儿 这不对呀 这 咋这么多死鱼呢 你看看 看看这也是 这 哎呀 看这小串 跑得它挺欢啊 你看看这鱼儿 哎呀 这回事吗 这是你看看你看看前面这个球啊 就当年这个解放军吧 平津战役的时候 这个桥就是当时包围天津嘛 惠施就是解放军从这个这边是东这边西啊 东西加进天津的时候在这惠施的啊 所以这个叫惠施桥啊 你看看这鱼 其实是就我觉得这把你这么大的一条河 不应该出现这么多死鱼啊 你看看这 哎呀真是罕见呐 咋回事呢 有没有专家过来看看评论评论 这是咋回事 是不是鱼抑郁都不行了 心里面不开心自杀了是不是 你看看这鱼 你看看这鱼 哎呀你看看 这边刚死这一看就是 你看鱼鳞都没有那个干啥 都没有腐烂掉呢 啊 看看 啊 我上边 这边就是当年的奥兴帝国的租借啊 前面就是 啊 啊 奥兴帝国的领事馆 然后这边是 就这个树后边啊 就是当年的这个冯国章啊 民国第三位总统冯国章的故居 冯国章故居的旁边就是民国第一位正式大总统 所以我就特别纳闹啊 你团境这么优美 为什么有这么多鱼儿 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呢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说这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这么大的河 这么好的河 你说那些鱼儿咋回事吗 扎死的啊 扎死的 是不是 小朋友吗 我就是感觉好奇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确实很意外啊 这么好的河水这么好的河 怎么会有那么多死鱼吗 是抑郁自杀的吗 嘿嘿 小朋友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